哎呦我去 又赵和静这个产球 可能要吃红盘了 赵和静因为这球啊 汤的有点大 结果恒大这边有一个球员 就是就冲上来 要把这球直接给带走 这个时候赵和静 可能这脚就抬的比较高了 应该抬了离地 可能得有一尺多 裁判是果断的出示红盘 伐下了赵和静 这个红盘应该说 吹的也是没问题啊 尽管说这个 可能国安球员这边 意见比较大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红盘出的没问题 逐渐是踹倒了高林 哎呦这一下 真是挺狠的 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离地 晾鞋底的一个 然后高林在地下 疼的是直接打了 有十来个滚啊 再看一下 这脚球直接是蹬到了 这个脚腕的这个位置 还不是这个 腿骨还可以 这幸亏蹬的是这个脚腕的位置 这要是踹的这个迎面骨子 当然也有护腿板 但是也够洽 这一下我估计高林 应该是不能坚持了 高林肯定得下 这家伙这一下 即便是 没有大毛病 但是这个绝对在踢是可能性不大 高林估计这个心想 小样的你等着 下次再碰上了 敢废大爷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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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